位於樂富廣場的領展可持續未來館 在今年4月底推出後大受好評 直至同年10月底 已有超過14.4萬人次到場參觀 為了延續可持續未來館的發展使命 可持續未來館經過裝修後 推出《不同人一同行》全新主題 《不同人一同行》聚焦社會共融課題下的三個範疇 包括多元文化、健康情緒和樂靈人生 透過多元化的展覽內容 沉浸式的視覺體驗 生動有趣的互動遊戲 免費工作坊和講座等活動 希望參觀人士能夠深入了解社會上不同群體的故事 細微社會上不同的人和事 並且學習欣賞每個人的不同之處 沉浸在270度的繁分空間裏 神奇彩色粒子會為每位參觀人士 塑造出獨一無二的人形投影 而當參觀人士和身邊朋友進行互動時 神奇彩色粒子就會變出更加色彩繽紛的光影其餘 香港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城市 但同時亦是一個文化開放的社會 在2021年香港有超過619,500名非華裔人士 佔全港人口約8.4% 較2011年顯著上升了37.3% 近年越來越多的非華裔人士 向香港落地山根 進一步融入本地社會 構成香港的多元文化 此外 每年亦都有不少的內地人移居香港 成為香港人的一份子 不同族裔或者來自不同地方的香港居民 儘管大家的膚色 背景 文化和生活習慣 可能分別甚大 但同處香港生活 卻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經歷和喜好 求同存異 這樣大家就可以發現彼此的分別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 未來館這次透過多家機構 邀請了背景不同的人士 在分享他們個人的履歷和真實故事之後 才揭曉他們的身份背景 希望打破大眾的黑板印象 在大同海世界遊戲之內 參觀人士可以化身一條條自身獨家設計的魚仔 在大海中暢榮 並且可以結識 象徵12種不同種族的魚仔 同時認識和學習他們獨特的文化 要令共用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最佳的辦法就是由學習一句問候語開始 未來館特別為大家介紹多種香港常用的 不同語言問候語和見面禮儀 近次有簡易手語放映教室 透過日常簡單的手語教學 拉近大家和聽障人士的距離 另外根據2022年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 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指數的平均分為47.64分 低於合格分數的52分 自從2018年開始 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指數的平均分 一直處於不合格的水平 調查亦反映了香港人普遍面對個人前途 財政狀況 居住環境和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壓力 本來設有一個名為借用你耳朵的電話亭 歡迎大家拿起聽筒 按下按鍵 選擇收聽不同真人真事的心聲 不要小看靈聽的力量 它可能是一劑及時的心靈亮藥 聽過人家的故事之後 是不是深思思想找其他人傾心事 但卻開不了口呢 在電話亭旁邊 附有藝術感的話筒造型鏡面裝置 或許可以幫到大家 鏡面上貼了由美國心理學家 馬歇爾羅森堡提供的溝通貼士 鼓勵大家開口傾訴自己的心事 又或者以適當的方式來開解別人 令到溝通變得更容易和更有效 除了找人傾訴 做運動產生的安多芬 有助提升個人快樂指數 管內另一項互動遊戲 奔酒吧安多芬 可以容許多人同時參與 只要參觀人士 跟著畫面的主角 在限時之內做運動 就可以即時提升快樂水平 同時學會保持情緒健康的五大元素 參觀人士更可以即場就自己當日的情緒投票 讓他們更加了解自己的情緒 認識如何與自己相處 此外香港人口持續高齡化 65歲以上的人口佔整體人口的比例 由2011年的13.3%上升至2021年的19.6% 有長者的家庭住戶佔全港家庭住戶的比例 同期間由28.2%增加至38.2% 不少家庭需要面對 如何適切地照顧家中長者的問題 因此 未來館特別設置 Peter Bar和May姐 諾寧之家 向300平方呎的倭居 體驗一對銀寧夫婦 如何應用諾寧科技的一系列智能裝置 融入 衣食住行當中 並且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令到雙老家庭 以至獨居長者的家居生活 可以更加安全及捨意 經過一系列的參觀及體驗之後 我們會到達心情好物店 心情好物店是新生精神復康會 首個在社區當中 推廣將新心靈健康 融入日常生活的暫新概念店 好物產品由精神復原人士製作 所有收益 扣除成本 將為復原人士提供職業康復服務訓練 以加強及社區的聯繫 到訪人士更可以按當下的心情 選購角色的好物 鼓勵大家時刻關注自己的身心狀態 心情好物店更為復原人士 提供不同的就業及訓練機會 除了出售由他們製作的產品之外 復原人士也會參與店內的營運工作 以及協助帶領部分工作坊 新生精神復康會 將定期在未來館舉行工作坊 推廣整傳新心靈健康 和社會共用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